满山遍野的花了 但是你不容易发现 看看这润头从中 开了一个小兰花 这又发现了一个小白花 又发现了冰灵花 这相机你看照的 你能看着什么花草吗 没有 但是你细走 你就能看见 满山遍野都是要小花了 这开放的 哎呀一天一个样 终于看着绿芽了 山上到处都是药材 小花的 这一片多呀 冰灵花 看不看到这地上 一片枯草 有这种黄色的小花 这种黄色的小花是药材 在我们这块的话叫冰灵花 或者是叫做金安雪莲 咱之前也采过这个东西 始终没给大家说 这东西干什么的 这东西主要是能够 减缓心跳速度 就是说如果你在山上 被蛇咬了 有一些蛇咬完之后呢 是会使你心跳加速的 然后就赶紧吃这个 吃这个之后的话 可以减缓你的心跳速度 可以给你延缓一定的时间 让你有个救治时间啊 打过去了 让你心跳快了就打过去了啊 这是黄的 然后这条看看 这个是小兰花 也在这个枯草叶子里的 这个东西叫盐湖锁啊 这个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止痛药 是一个很传统的中药啊 这个东西呢 主要就是腰吸酸痛了 然后还有这个跌打损伤了 还有这个月经不调了 你就有用 你都变成什么医了 这存储是江湖的那个医生 我这可不是卖药啊 咱就说这个草药 它是干这个的 咱刨给大家看一下 它底下是一个 根是一个球 用药就是用它的根的部分啊 这不好抠啊 抠一下试试 哎就这坨要是养花 那老好了啊 哎呀呀出来了 看着 这里下的话一个小球 就是用这个球入药啊 然后再完之后是黄色的 就是在药店里头 你见到的盐湖所 就是这个小球球 上面开成小紫花的啊 非常好认啊 在满山都没有什么草的情况下 它就已经开花了 所以很好认 咱多抠几个 看看啊 可千万别听这个 涛哥这种江湖用意的啊 这块又一颗 这个东西的话 要是想上山 批亮台的话 带个铁锹 然后你就挖就行了 它都不伸 里边一个小豆豆 像七土豆似的啊 对就是用这个小豆豆啊 哎 我感觉当个耳朵挺好看 你看 看看这一颗 一毫 这呢 一个小豆豆 又来一颗 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这个功能啊 但是月经不调 就不要来找我了 涛哥有望上妇产科来体验一下 东北邻居满山都是宝 看着这个小花小树草啊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它在这个药树里 有很多都是有记载的 看就这么漂亮的小花 它还是一款中药材 而且它的功能还挺全的 哈哈哈